好 不過我們看到物價漲不停 很多家庭主婦都會瞄準大賣場的一些DM的特價商品 不過現在有人抱怨說 欸 明明檔期才開始第一天 開店四個小時而已 這DM上面的主打特價商品怎麼都被賣光了呢 特地要買買奶粉 所以我今天才第一天 不買光光了 超誇張的 隔壁同樣也是檔期主打的羊奶粉 也一樣賣得一貫不慎 評審用品也是大缺貨 這款洗髮精特惠組雖然版面不大 也是老早就被搶光 才剛開店50塊油找的牙刷組合包早就空空如也 詢問店員想買還得先留資料 今天就短時剛開始啦 怎麼會剛開始就沒有 那沒有 可是不是才第一天嗎 那應該沒有進到貨 他也不確定你可以到副台留資料 那貨到我們是幾塊買 要有資料才可以吧 圓圓價830塊的兩公斤奶粉 下沙六五折只要569塊 牙刷特價後只要49元 洗髮精更是限量的特惠組合 難怪搶翻天 物價漲不停 檔期第一天DM商品就大缺貨 民眾買東西要是手腳不夠快 一樣只能看著DM 趕瞪眼 追尋我留意清黃沛如高雄報導